大家好我是分校厨 今天给朋友们分享一道烧焦牛肉盖饭 难以形容的美味 关键做法很简单 感兴趣的朋友试做看看 我们先把米饭蒸起来 一家三口的包 我一般都是用两勺半 给它淘洗一下 平时蒸米饭我们喜欢来一点食用油 然后倒入清水 大概一指的深 看平时的煮饭 老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牛肉一般都会买这种掉笼部分 先给它改刀 然后再切片 这个牛肉就是给它尽量切的薄一点 比较相当的入味 而且很嫩 把牛肉给它腌制一下 加适量的白胡椒粉 少许米酒 酱油 一点脑抽上色 再来半勺的蚝油 然后少量的玉米淀粉 我们抓拌均匀 如果有的朋友没有买的这个吊龙 如果用了前腿肉 最好是加一颗蛋清下去 等一下炒出来的牛肉会非常的嫩 现在抓到充分吸收 我们封点食用油 然后就可以腌制了 大概10分钟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准备一把现姜 我们切小段 这个做出来不是很辣 喜欢吃辣的话 可以换成二斤条 然后再准备几个红椒 这个用来叼坠 我也是准备的这种不辣的现 要头我们就准备葱姜蒜 给它拍碎 然后切末 铁锅里面不用倒油 我们先把这个青红线椒放上去 就是中火炕 可以用铲子这样鼓住 压一压 好了 炕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我们关火 用刀给它剁碎 这股肉气飘松还太香了 多成这种颗粒感就可以了 滑牛肉之前 我们一定要把铁锅烧热 过后我们再倒入使用油 等到油烧到四成左右 我们就把牛肉放上去 给它快速划散 炒至这种稍微变色 我们就可以捞出来了 锅里我们再来点点油 先把料头放上去爆香 再把这个烧焦酱里再放 然后牛肉回锅 开始炒 来一点点盐 然后一小匙糖 少许葱绒鲜 酱油 来一点老葱 最后来一点点的清水 我们给它大火翻拌均匀 这个米饭已经蒸熟了 我给它加进来 然后稍微用铲子给它压一压 给它铺平整 在整形的时候 我们是小火 朋友们千万不要是大火 这样子稍微给它压平就可以了 我们接着盖上盖子 然后做小火 给它焖煮个三分钟 时间到了 朋友们 我们撒一把葱花 给它拌一拌 这样做出来的 烧焦牛肉盖饭 真的是太香了 试做一下 这个小分的我吃 实在是抵不住这个肉片 你别喝了 我家这么多辣椒 其实经过了过后 他们的辣味有蒸发掉一些 没那么辣 阿妹你能够吃吗 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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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吃完我都觉得很厉害 成年人的饭量 它现在的饭量 真的是可以达到一个成年人的标准 食欲太好了 为你养成的 比我养成的 在这么一个那么好的厨师家庭里长大 哇 那食欲真的比普通的人大了十倍 爸爸真是夸张了 吃这么快 你还说你吃不下 没讲到这么好吃 如果天热食欲不佳的朋友 你们真的试做一下这个烧焦牛肉盖饭 封神真的太香了 美味嘴顶根本停不下来 妈妈你说了刚刚那一句话 是不是连金子的梅子还换 嗯 一斤难买 一碗饭 冰盒子是吗 嗯 我们要制作一点冰块 最近好想喝冰米饰 真的太热了 太美味 我难以形容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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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